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关联公司一直被诟病 是执政党拿来分猪肉 养肥自己人的好康头 那管理层在政治委员下 进入公司拿高薪 年底又拿厚厚的花红 然而大部分却业绩不达标 首先暗华在前几天的国会上放话 要对付关联公司的乱象 然而它还是捍卫政治委员的惯例 其实从以前国阵时代 到现在的团结政府似乎都有一个传统 那某一个成员党担任的部门 它管辖的关联公司的管理层 理所当然就由它的党领袖 或者基层领袖担任 这是成员党的大肥缺 安华如果敢要大刀阔斧改革 那意味着会动到成员党 包括自己公正党的奶酪 这会不会让它面对政治反扑 甚至被拉下马呢 安华这次真的有改革 用纳税人的钱经营的关联公司吗 还是只是说来 给民众听听的政治话语呢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言认为 首相安华在国会上主动公开 有关联公司的这个负面事实 在他看来 这算是一种公告天下的表态 准备要打一场仗 展现要推动改革的坚定态度 但他不否认 这一定会动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引起反弹 因此安华必须要师出有名 步步为营 逐步瓦解反对失利 否则很可能会被反噬 甚至面临被成员党撤回支持 被拉下台的风险 而政治学者潘永强也指出 一直以来 关联公司内部的贪腐问题 是众人皆知的事 虽然安华如今放话要改革 但是作为拥有五年任期的政府 安华在上台两年之后 才说出要做出改变 这是来得有点慢了 潘永强认为 过去关联公司的高层职位 通过政治委任 成了成员党领导层 用来巩固权力 还有笼络人心的手段 如今动摇既得利益者的好处 必定会受到挑战 但这不代表不能做 或者就不要做 安华必须要履行对人民的承诺 展示真正改革的政治意愿 还有决心一点一地的 形成改革的氛围还有气候 否则就只能够原地踏步 等着来接大选 然后被之前相信 他会改革的选民给拉下台 不过潘永强认为 关联公司腐败的问题 其实从来就不在政治委任 其实在很多民选的西方国家 那政治委任是关联公司 扮演推进落实国家政策的 一个重要手段 潘永强形容 没有政治委任的政府 就像是一个空壳的政府 根本就没有办法推动政策落地 不过政治委任的关键 在于必须为才适用 将有能力的人 放在对的位置上 安华有决心改革的话 那不能够做个样子 只是局部的调整 而是要重新审视 在位者的能力 任命机制等等 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实施改革的政策 安华提出这个 关于聚要西的问题 我觉得是来得太迟了 他应该在上台不久之后 就要宣示做这方面的改革 安华本身自从当了首相之后 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 他经常采取一种比较谨慎 或者观望的态度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并不是一个愿意上台之后 就历经图治 要进行大道破苦改革的一个领导人 一个政府任期五年 现在已经是快要进入第三年了 所以有些东西已经不能够停留在 口头上的说辞 而必须要有明显的具体的动作 才能展现这是一个有改革意图的政府 我相信他有信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个改革 所以他才会将这一种负面的消息传播出来 所以就是说他先讲出 我们常常讲师储有名 所以只要打仗 我们先给一个公告天下 为什么我们要打这个仗 所以我相信他已经下定决心他要做 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非常好 想要出师有名 就必须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 但是安华这个举动 会不会碰触到他执政成员党 包括他领导的公正党里头 某一些人的蛋糕呢 会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面对政治反扑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过去很多政治委任成了巩固权力和笼络人心的手段 如今动摇既得利益者的好处改革绝非易事 但是不容易也不代表不能做 安华必须拿出真正的政治愿景和决心才能让改革见效 过去很多人批评政治委任是因为在武统执政的时候 通过委任把一些不适当的人派到去这些关联公司 然后笼络收编武统本身的政治领袖 很多既得利益者本身就是不愿意改变 但是不容易不等于说不能做 因为这个政府上台就是承受了很多选民的这个 这个期待 所以它必须要拿出真正的政治意愿 去推动这个改革 改革不一定能够马上成功 但是你不推动它就会原地踏步 或者是你没有拿出政治意志 它就不可能看到局部的改变 林福言认为既然是关联公司 改革应当从新委任制度入手 改变游戏规则 让经济考量大于政治考量 而潘永强则认为 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 政府本来就是关联公司的股东 不能自诩清高而一刀切 这样的做法过于理想化 关联公司里头必须通过政治委任 推动国家政策 但关键是为财适用 才能让有能力的人坐上重要的位置 而不是成为执政成员党领袖 拿来作为巩固个人党派势力的犒赏 第一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那个委任 因为他的委任不是说永久的 他是以得业的方式来委任 就是说在新的委任方面 要注重我们所谓的专业知识 所以经济考量要加重 然后将政治考量降低 然后慢慢的将非正式的这种制度改变 有很多关联公司的董事会 跟他的一些高层的管理人 他本来就是要做政治委任的 所以你不能够一刀切 很清高很矫情的事说 不要做政治委任 如果这些所有的关联公司的领导跟董事 原封不动 不能做政治委任 你要怎么去推动你的政策 政府是关联公司的股东 你做了政府 你叫委任适当的人选 到相关的公司关联机构 来推动改革 或者是履行你的政策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言认为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 通过政治委任的受委者 并没有专业的背景跟知识 他们的任命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 所以才会导致经营不善 还有贪腐乱象等等的问题频频发生 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政府可以建立一些机制或者制度 在政治委任之前进行严格的筛选 审核受委者的专业背景 经验还有能力 包括个人操守是否连结公正 确保能够胜任领导者的职位 潘永强认为 政府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让党内有能力的优秀人才 有机会在关联公司得到锻炼 还有累积经验 从而培养未来的领导者 成为推动落实政府政策的助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